原来这才是八级拳的基本功 你现在估计都看不到了 这段珍贵无数视频拍摄于1995年的孟孙 真实展现了八级拳老拳师的深厚功力 八级拳属于传统武术中的短打拳法 八级的含义为发近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 动作刚猛 朴实无滑 寸结寸拿硬打硬开 形成了崩旱突击挨棒几靠的积极特点 大家熟知的贴身靠就是八级拳的绝招 招式看似简单其实凶狠无比 视频中也展现了八级拳的腿法 错地 与戳脚拳里的寸腿类似 在实战时拳脚齐发 琴摔结合 八级拳同样重视打吊带和铁杀招 这样的硬功能提升反应能力和击打能力 传统武术如果都这样练功 谁还敢说不能打呢 八级拳的步伐训练也较为特殊 本该受到重视 可惜 很少看到有人练 招拳不招不招不打师傅 只有步伐稳健 才能在武术实战中从容应对 那么这几种八级拳的步伐 你是否都认识呢 知道他们在实战中有何意义了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